1994年 也就是公元653年 为唐太宗李世宁的弟弟李元英在洪州 也就是现在的南昌作都的事所创建 初唐四大才子之首的王伯 在他14岁的时候写下的 《落霞与公武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 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是耳熟能详 他伴随着藤王阁走过了一千多年的历史经费 藤王阁主阁近高57.5米 共九层 它的下部呢是象征着古城墙的12米高台座 分为两极 台座以上的主阁采取的是明三暗七的格式 也就是现在呢从我们这个角度看 它是三层的回廊 但其实它的内部却是有七层的 但是干枪东岸两化中最为突出 也是最有特色的 主要与图显老南昌 豫章实景之一 藤阁秋风的碧瓦当初 和画动周飞的古色视觉风貌 天和市民都一样 十分之一 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 现在在我们游轮左边这座造型独特的建筑 就是江西省博物馆 它是仿照明代磁器三管器的造型所建 是由江西省瑟琼州总院复制设计的 它将自然 历史 革命三个博物馆合在一起 组成一座国内一流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 这在全国上书首创 如果你想详细聊这种江西 不妨去到省博物馆看一看